活動現場由音樂是從之後帶來精彩音樂開場表演 一旁邀請內障國小同學參與 酷泥燒北水庫彩繪活動 每一位同學發揮創意用石門水庫的淤泥 來彩繪自己的作品 石門水庫邁入第60年特別舉辦事業活動 讓民眾更加認識水資源 我們石門水庫60周年的相關慶祝的活動 我們有系列的活動正式的展開 包括目前我們已經在進行公告的 我們包括石門水庫的攝影大賽 還有包括我們的社群媒體的影片 或者是圖片的創意的競賽活動 這兩個活動目前都會來持續的收建 我們希望各界以不同的形式的影片 圖片、圖片、照片的方式 來進行相關的一個石門水庫影像的記錄 那這一個部分希望未來我們在明年 也就是2024年我們6月份 石門水庫60周年慶的當天 我們把成果展現出來 讓大家好能夠了解到 石門水庫現在最新的一個風貌 那當然這個相關的影片內容 也可以包括我們石門水庫相關設施 還有包括我們的環境 影像、水域的部分 還有包括我們相關的一些人文生態 都是屬於我們相關的活動 可以參與相關拍攝的一個標的物 活動中的亮點之一 就是帶民眾走入阿姆坪防禦隧道 一旦就近 小朋友在環教志工帶領下 一起瞭解防禦過程以及功用 60周年慶的活動也包括了 攝影大賽彩繪活動 假日市集等主題活動 希望藉由活動讓大家理解 水利建設以及環境資源 藉此喚醒大眾對於水議題的關注 那我們也會來進行石門水庫60周年的一個專書的一個發表 那這一個部分在紀念文集的發表的部分 會把石門水庫過去的一些相關的工作人員 還有包括相關的我們的施工環境的一個改變 還有包括設施提升的部分 都會納到我們的相關活動裡面來 那那個紀念文集可以永久的保存 那包括影像的部分 那這一個部分我們希望未來這些資料能夠永續 那今天的記者會 那個的同時我們也邀請到我們淡水和流域 那個水環境教育聯盟的相關夥伴來簽訂MOU 那我們期望過去一甲子的石門水庫的一個相關的貢獻 能夠在未來有序來做經營 石門水庫60周年慶的系列活動同時推出紀念文集 將水庫營運60年的重要珍貴紀錄永久留存 有興趣的民眾可以到好樣北水官方粉絲專頁來查詢 記者林雷鋒大西長官報導